今年的台北凤梨苏文化节活动 扩大升级为台湾烘焙美食展 主推明星金砖凤梨苏 以及幸福伴手礼代表牛嘎堂 从11号开始连续三天 在台北世贸三馆登场 也欢迎民众把握品尝美食的好机会 火辣动感的森巴舞表演 为2014台北凤梨苏文化节展开序幕 主办单位台北高炳工会表示 连续九届的台北凤梨苏文化节 不但打响凤梨苏的名号 也带来庞大的商机 今年更推出牛嘎堂 希望能创造另一波的伴手礼风潮 不管是国人出国或者是入客观光客来台湾 只要想到伴手礼一定会想到我们的凤梨苏 它会举出深受观光客喜爱的牛嘎堂 作为凤梨苏之后成为台湾幸福伴手礼的指标商品 牛嘎堂容易攜带保存性比较久 在加入台湾农产品的风味下 一定保证是好吃的 开幕典礼当中特别邀请到许多外国驻台大使参加 并且邀请驻台大使和市长好龙斌 一起制作不同风味的牛嘎堂 好龙斌希望每年的凤梨苏文化节 都能带来更多的幸福美味 今天在这里我们再次的举办凤梨苏节 很重要的不只是我们要把原来在既有良好的基础之下 持续的来促销 持续的来行销 更重要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烘培业者发挥创意 就凤梨苏的外形 凤梨苏的内涵 凤梨苏的口感 凤梨苏品质 我们看能不能够再做一步的改进 然后让整个凤梨苏能够再创新高 不只是凤梨苏 我们对于烘培业者以及糕饼业者 也有充分的信息 我们相信透过凤梨苏行销的成功 我们还可以更进行销其他具有台北特色的食品 或者是办手力 为期三天的台湾烘焙美食展和台北凤梨苏文化节 一共有来自全台114间高饼名店餐展 并且推出许多商品优惠大放送 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参观 中家台北新闻许超雄采访报导